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天上人间等等 我们看到层面 都是以人作为基础 那以人作为基础的一个很大的 缘由 人呢 人生于禽 人生于银 禽生于银 兽生于银 它是在一个层面 人与禽兽是同时降生 而在这个西方的比如说 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大审判里面 大家看到的也是层面 有层面的 而那个层面本身 也是把人跟妖精鬼怪兽画在一起 所以我个人怀疑 我个人只是怀疑啊 应该是有这种分歧 就是被打到地狱呢 被打到地狱的本身呢 有着一种 如果地狱就是在三界里头 人干嘛要去见阎王 这是比较投个心的理解啊 人为什么要见阎王 见了阎王呢 还得查 然后地狱呢 得有名单 对不对 它是那么来的 也就是说 得有通行证 你得够资格才能进地狱 不够资格不进地狱 其他的轮回转世中呢 我们看不到这种 看不到这种类似的故事 只有下地狱呢 有个门栏 有门卡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说法 所以看到这个说 九幽十类尽出名 就不去地狱 它不归地狱馆 它其实有这个成分 大家去探讨了 因为人会下地狱的 人会下地狱的 造业啊 什么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提 我只能说提出来 美后王荣归故里 自缴了混事魔王 夺了一口大刀 每逐日演练武艺 然后给小红们砍竹子 弄木头削刀坐标 然后打翻吹哨 一进一退 就等于是演练兵马 在演练兵马的时候呢 他突然就突然有一天就想到说 我在这儿玩了半天 我就这么耍 耍了半天会都 这事会招出事来 就是做耍成真 就招出事来 惊动天王 秦王 寿王 任此饭头 那如果说我叫操兵造反 兴师来杀 那我先这怎么对付 所以这就 他这里就提到一个 有人王 人有人王 秦有秦王 寿有寿王 他呢就归 他不归人王 他不归人里面 因为他无来无去 无生无死 所以他就 这里面站在 他站在了一个 外者的角度 讲出了 人秦寿 那所以他 因为造人的时候 造天造地的时候 对吧 开天辟地 开天于子 辟地于丑 那造人于淫 他是这么分的 所以他就有着一种 另类的说法 这是我以为就是 西游记当中的一种提示 是一种慈悲 在描述这种故事说 人们会去 就是在提示着人们 生命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现在能理解的 然后他说 那然后他就问说 如果就咱用主杆 木刀 来敌人怎么弄啊 所以大家 那就跟众猴一听 就吓坏了 对吧 大王所见甚长 很有远见 那上哪去找去 这时候转上来 四只老猴 两只马猴 两只通辈猿猴 所以这里面 他在揭示着 任何一个种群里面 都有一些根脉的来处 这种老猴 就像人间 我们通常说 有那些师爷似的 每朝每代 都有这些人物 那这些人物 在整个等同的种群中 有着通灵的东西 其实我们就说师爷 人说 如果你说 在人中 我们就知道说 比如像刘伯温 比如说这个 江子雅 其实是这些人 这些人是有着 另类的成分 有着使命 那这里面 他也是讲了 有四个 他有四个呢 因为他占的是地 就是天地的地 所以占了东南西北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占了 对吧 那东南西北呢 就像四海一样 就是占了一个天元地方的 这种 所以他就讲说 有四只猴 那两个马猴 两个通辈是对的 南对着北 东对着西 是这么对应来 他一定有讲究 就西游记里面 所以四只老猴呢 立刻就说 大王 如何想找武器的话 没那么容易了 这个孙悟空说 那怎么 他说你向东去二百里 就到了奥来国界 他们是在奥来国 奥来国界呢 那有一个王位 就是有个国王 那满城 满城中的军民无数 必有金银铜铁 那大王去哪 找些兵器 那守护山 拿些兵器来 守护山场 肯定保持 叫保泰长久之安 那孙悟空一听 哎呀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 所以这里面 故事就是 孙悟空不知道 那老猴知道 大家知道这故事 孙悟空不知道 老猴知道 所以做王的旁边需要这些 这些人 就这样的通灵者 去帮他 通灵者不是王 但是通灵者呢 他的很多本事呢 是王不具备的 但王是王 通灵者是通灵者 也就是说 事业是事业 那有些人呢 可能不灵 就是贼心眼都不咋地 人事业帮着你创了天下 再把事业给杀了 这个就是人的愚笨 就是人分不 当人们分不清这数 就这东西 好猴王来个跟头云 两百里 两百里的水面 瞬间就到 六阶三是万户千门 来来往往 人光天化之下 那孙悟空说 我要这么拿 他兵器拿不了 对不对 我能拿几个 不如我弄个神通算了 所以念起咒诀 咒诀一起 向地上吹了一口气 一下飞沙走势 漫天 就是飞沙走势 漫天的大风 泡云起处 荡乾坤 黑雾阴霾 大地昏 江海翻波 鱼蟹帕 山林 树折虎狼奔 猪班买卖 无商旅 各样生涯不见人 殿上君王归内院 这个 节前文武 转衙门 千秋宝座都吹倒 五凤高楼 叫晃洞根 就风来了 对吧 风一来 这风呢 上震荡乾坤 阴霾大地 这个这个 翻江倒海 鱼蟹惧怕 这个山林 树也折了 山也动了 虎狼全跑了 做买卖的 全都关门了 对吧 他只能关门了 没生意了 这个 在各路生涯 在甭管干嘛的 人全都只能躲开了 这个 即使这个 那大王吧 大王把店门关了 只能跑后院去了 这个衙门口呢 把都进了衙门里头了 哎 就 他就讲这么个故事 把奥莱国王的王军 惊散了奥莱国君王 三戒六士呢 就就慌了 关了门户 无人敢出来 那宋悟空按下云头 直接就奔朝里去了 他在找兵库 直接找了兵器馆 武库 打开之后一看 刀枪剑戟 辅月勾差 他就讲 应该叫十八般武艺 我想十八般武艺 有着他通灵的地方在里头 十八的意思就是 两个九 有阴阳对阴 所以武器 在刀枪剑戟辅月勾差的 他的本身上 有着阴阳对阴的 对吧 有长的就有短的 对吧 有尖的就有砍的 就他是这么来的 那他里面说 我一个人拿不了这么多 我就弄个分身法吧 抓了一把寒毛 到口里 他的脚脚 摇摇 然后吐吹出去 变 变出了千百万个小猴 然后 有力气大 有力气小 拿了东西 一块就搬回家 然后这个 这个孙悟空就踏上云头 他还得捏着他的 就是用他的这个咒文 咒语 所以这里面 在我个人以为呢 你要知道 中国人的语言不得了 语言不得了 你看宋悟空在念咒 中国人的语言 他可以上通 对吧 天干地支 对不对 天干三十六 地支七十二 他可以达到这个位置上 语言是跟上界通的 就是用人的话 念咒诀 可以念动他的法力 其实是有这个东西 是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那如果乱七八糟念的不好的 念咒诀的 你听着就有点就不好 你听起来就不好 他不正 所以也可以就引来这些 胡黄白柳 就乱七八糟 他也能引来 所以中国人 我不知道洋人有没有 洋人大概也有这东西 但好像不像中国人说的这么 念咒这么到位 就这么到位 你看那个 那个 邱纪里是这么说的 但你看民间的一些 他也讲究这些 真的 他也都讲究这些 所以这里面在暗含着中国人的中文 他的 他的灵性部分 那是涛哥自己理解的 花果山大小狐 狐孙在门洞外正玩耍 然后听见了半空中 叮叮当当气质花叉 无边无暗的狐精 从天上哗就下来 狐王暗下 暗落云头 收了云雾 将身子一抖 那寒毛就 小猴就回去了 对吧 收回寒毛 兵器就堆满了山 小的们领兵器啊 所以众猴只看见宋空 凭空就落在地上 然后就过来就问他磕头 结果宋空将前 用狂风怎么拿兵器 然后跟猴们一说 猴们就乐了 所以拿了真刀真枪 就玩了一天 第二天排兵布阵 他拿下 他拿了多少呢 拿来了四万七千多口 兵器 为什么是四万七千多口 涛哥没那么明白 没那么明白 为什么四万七千多口 结果他这一拿兵器呢 就把山里的各种怪兽 全都给惊动 豺狼 虫 虎 豹 迷子 章子 李子 就大象 狮子 各种东西 猩猩 熊 鹿 蝉 羚羊 什么都有 一共有多少种妖王呢 七十二种 这个数字是非常绝对的 所以宋空七十二变 在讲着天干地之 三十二天干 七十二地煞 在地煞的表面 与人等同的 就是七煞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应该 这是瘦了 秦应该也有七十二才对 秦也有七十二 所以它是对应的 这种对应的数字呢 代表着天地间的造化 就是它的造化的那种 那种概念 就是神造生命的时候 有着它极其 人们根本不理解的那种 规范跟内在的相互关联 那它也就是说 人同时造与秦 造人的时候 同时有造秦造兽 在轮回转世中 是相互转 才会有这样 这是对应的 所以这种对应 远远超过了 在哈佛学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 在清华学的东西 那就不仅仅是小儿科了 连皮毛都算不上 因为 神所造的东西 它是完全跟生命挂在一起 完完全全 那七十二动妖王 妖王这里头可能 对应的就是 因为它是兽 在我眼睛里 就是它是兽 它是动物 凡是兽跟动物 只要跟修行弄关 就是在从修行角度来讲 就是妖 它没有善良 它其实 它没有人的秉性的东西 然后他们把侯王 作为共主了 所以每年要供奉 四师要点卯 操班演练 这个随 叫什么随节征粮 那这就是 就是军队就有 这个就OK了 把一座花果山造的 叫铁桶金城 各路妖王 有拿金骨的 有金采旗的 有送盔甲 什么都有 所以就 孙悟空的兵马 就这么搭共起来 猴王高兴的时候 突然又跟众猴说 说你们都有 称手的兵器了 我这口刀可不咋地 我使得不顺手 那结果四个老猴又上前 大王是先圣啊 凡兵 就凡人的兵器是用不了的 不如你 不如大王到水里去找 那他说 我自闻到之后有七十二变 七十二地煞变化之功 跟头云 有着莫大的神通 善能隐身 有叫做起法设法 上天有路 陆地有门 不日月无影 有月亮 有太阳 但是我走那 看不着人影 就是隐身法 入金石无碍 我可以钻到石里头 跟石头融为一体 水淹不死我 火烧不了我 我哪都能去 结果四伙就说 大王既然有神通 在咱们的铁板桥下面 水通东海龙王 大王如果下去 找老龙王 问他要件兵器的话 肯定可以 所以这里面就漏了 漏了馅了 这四只老猴 怎么知道 在那个铁桥下面 能通东海 他怎么知道 那个铁桥是在花过山里头的 水帘洞里头的 对不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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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只老猴 他也进不去 他也进不去水里头 他怎么知道 那地方 能通东海龙王 诶 这是问题 因为前头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两回了 没说这地方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四只老猴 有神通 有神通 就是他可以能够 就是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有神通 透过他的神通 他知道那铁板下头 是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这只猴 孙悟空就是从花过山出去 他有一个 从水帘洞出去 水帘洞就是孙悟空的家 在孙悟空 从石头那 石头子里蹦出来之前 他是钻到石头子里去 但孙悟空自己不知道 怎么钻到石头 所以他把他 孙悟空自己的来处被隔断了 大家 我跟朋友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是指 孙悟空进了水帘洞之后 他看到了有石锅 有石灶 那石灶里头还有柴火 他吃熟食 他不吃生的 有柴火 那碗里还有饭呢 他其实这么来的 但那些猴子在那待了那么长时间 他不知道里头有这个 所以他出现了石叉 水帘洞里头 那个时间 跟另外水帘洞外头 他其实是有石叉的 那这个老猴呢 其实就应该是有这种融通的 他里面讲了万物皆有灵气 so far到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解释 对不对 万物皆有灵气在讲述了 整个西游记就起悟着人去修炼 起悟着人去认知 与人相关的所有的生命 好猴王跳到桥头 用了一下避水法 念着骤绝 碰就钻到水里 水分两路 直接奔东海海底而来 正行间遇见巡夜大 巡海的夜场 拦住路了 哪个推水来的何方神仙 跟我说清楚 我好通报个名 花果山天生圣人宋悟空 是你老龙王的邻居 近邻 为何不认识 夜叉说赶快转到水晶宫 说大王外面有个花果山的人 他叫圣人 天生的圣人 叫宋悟空 说跟咱们是邻居 到宫这来 这里面有个故事 叫分开水路 他钻到水里了 但是在水里面 他是分开的 很有趣 这个不开玩笑 很有趣 他进入水里 他不是在水里游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叫什么 摩西 也是分开水 他不是在水里游 他什么意思呢 就尊重生命的形式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尊重生命的形式 生命的形式是什么样 遇到任何一个环境阻碍 要让那些环境跟阻碍 给自己的生命形式让刀 而不是让自己的 那宋悟空变条鱼不就完了吗 他不 他不 所以他把水路分开 有着自我尊严的成分 其实摩西分开 红海 完整事 是不是红海 他也是这个 给我感觉也是这个成分 就是他有尊严在里头 然后那东海龙王 奥广一听 赶快带着龙子龙孙 虾兵蟹将出来迎接 上先请进请见 然后奉献查臂 问上先何时得到 受何先复 所以他先盘道 那他从上面来的 他能下到水里头 能找到我东海龙王 那就有本事了 已经就有本事了 那一般人他找不着 对不对 所以东海龙王那是老神仙 那他知道 一看这家伙事就知道有来处 所以就问你哪的呀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你师父是谁呀 你从哪学的 宋悟空说了 自生身以后出家修行 得了一个无生无灭之体 娇眼孩儿守住山洞 无奈没有兵器 所以久闻老邻居呢 说尽是宝贝 这里尽是宝贝 有很多种神器 特意找一件 龙王一听说呢 又不好说什么 只能就找说 给我弄个大刀来 老孙不使刀 找另外一件 他挺挑剔 所以这里面就 他并没有 宋悟空并没有说 谁是他师父 但是他在里面说了一个叫 我是无生无灭之体 这句话厉害 无生无灭之体 他不受三界困扰 不受时间困扰 他其实是有这个 那盘道就是这些了 盘道其实 来了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你看那家工的 如果不太善良的 底下就使劲了 就是他从身体的里面 就开始试对方了 就像陶哥跟大家讲过的故事 遇见过一些有本事人 俩人没见面的 还隔着门的 就说了 你是谁 他是谁 你怎么来 你干嘛 你身体哪有毛病 我遇到 我自己遇到 完全经历过类似的事 那其实一想就是盘道 他俩人都没见过 一个是住台北的 一个住北京的 台北到住北京这家 我去敲门 他也不认识 对不对 我认识对方 我敲门的时候 里头人说话 您姓什么 您是怎么到这来的 您身体哪不舒服 可能朋友会听着说 有点太神道 所以没跟你说 现在陶哥节目中说了 你得有证据 我没跟你说 这样的话 说的很多都是坏的 其实真正盘道的人 他没见人 他就知道怎么回事 只不过人家不说就是了 对不对 有本事人 跟普通的凡夫俗子 他也放不上 他放不上用这些 对吧 你占他便宜吃 让他吃亏了 他一乐就走了 他更不搭你 因为你占的他的便宜 在他的眼睛里 那什么都不是 境界差的比较远 老孙不使刀 然后就换了一把 叫九谷拖天叉 孙空拿了使了一下 说不行 太轻不称手 再来一个 那个龙王一听就乐了 这是三千六百斤的 三千六百斤 三千六百斤 这里头有着含义在里头 对吧 对吧 这个三十二天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上 所以他里面造兵器 都有这种成分在里头 不称手不称手 龙王一听着就有点那个了 再拿个方天化戟 七千二百斤 你看 他都是 他的兵器都是对应的 就是为什么排兵布阵呢 都是对应的 这个吧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上 没有对应一百零八的 没听说过 那都是上下这么对应 其实越往下呢 越重 越往下呢 离人越近 但是反过来呢 他又有相生相克 另外一面 他又这么对应上去 七千二百斤 孙悟空见了 弄手里 摆了几架子 弄了几下吧 不行 还是请 这老龙王一听就害怕了 我们家这根几是最重的 没有比这个七十二 他当然七十二就重了 因为七千二百跟对着七十二地上来的 他当然从兵器上就不能再有了 就给卡在这儿了 就像那个七十二妖王 他只有七十二个妖王 七十二种动物 所以秦 孔雀啊 鸡啊 凤凰啊 加起来应该也是七十二 古人云 抽 叫抽海龙王美宝 你再抽海龙王美宝 你再找找看 你给我找个可信的 这个龙王说真的没有 这后面闪过了一个叫龙婆龙女说大王 这个这绝非小可 这个是不一般这个 咱们海里头有一根叫天河定底的神针铁 他变成铁 这几天呢 霞光闪闪 锐气腾腾 莫感是要 就要出事了 所以可能就是给他的 对吧 他这叫天河定底 上面来的 他是海底 所以这个神针铁是从天上到海底 就从最高的下来 是稳住海底 对吧 他其实是这个含义 龙王说这是大雨治水的时候 定江海深浅的一个钉子 是块神铁 能中和用 是大雨治水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了时间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商下场 人间的文明产生的时候 你看人家开玩笑 所以西游记跟风神演义是对着的 是对的 大雨治水也是人的文化中 中国人的文化中 能对应 那他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放了一块神铁 是从大洪水之前 从那边带过来 那从这边带过来的 这两天 锐气腾腾 都是 所有带过来的这些东西 有着神传的成分 为了这一盘的文明 延续给人 他这么来的 那也就证明了 孙悟空 也不是在大雨治水之后 这一次和石头里蹦出来 不是 孙悟空的真正来处 也那么远 也就是说 这块神铁 跟孙悟空的来处 当初没准是 一个法令来的 所以这块神铁 就到了东海龙王 等着孙悟空 孙悟空就出事了 那孙悟空就去药去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人间的一切 都是天注定的 自己的师尊说过那么话 剧本早就写好了 就这么回事 人去算 你算你半天也没用 所以这个 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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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 真是个故事 说 能综合用 那是一块神铁 能综合用 龙王不知道 这块铁的来处 龙王就不知道孙悟空 没错吧 不知道来处 就是比他低 所以宋悟空能够 龙王治不了宋悟空 是跟生命来处相关 龙婆说 别管他用不用 你先给他 凭他怎么玩 把他给送出宫门就得了 你看惹不起 对不对 老龙王一听说 就跟宋悟空说 说这事 宋悟空说 你拿过来我看看 龙王说 哎呀 根本就看不懂 你自个去吧 你自个去 说行行 你带着我去 结果龙王就果真把孙悟空 给引到那去了 突见金光万道 那个 龙王说 发光的地方就是他 所以龙王不知道 这块神铁的来处 龙王要知道 要懂得这块神铁 他肯定不给孙悟空 这宝贝能给他吗 所以这就是龙王的 他就那么高境界 孙悟空把衣服一出摸了一把 是个铁布子 有斗来那么粗 他那么粗 两丈多长 然后他合力两手一把 他说哎呦我这有点粗这个 这抱的有点粗 这怎么有点粗啊 这细点就好了 结果他一说呢 结果这个宝贝尘就短了几尺 他对着称来的还细了 孙悟空说哎呦我猜 我有这事还再细点 又细点 孙悟空那就高兴了 再细点又细点 结果正好合手 等他拽出来的时候 发现两头有金箍 中间是块黑铁 五铁 两头是金的 这孤上还有字 叫如意金 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一万三千五百斤 没明白 坦白说 没明白为什么是一万三千五百斤 真的没明白 你说一万零八百斤 那陶哥能够摆货 这一万零三千五百斤 这不知道 这个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大家可以能够去查查 这宝贝称义了 然后心里念叨着 再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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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最后 只有两丈长短 碗口这么粗 他拿着合十 那龙王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看他弄着神通 就耍开了解数 在水晶宫里就转上 然后把老龙王吓得 简直心惊露跳 老龙王没见过 不知道 小龙子魂飞 叫什么 魂飞魄萨 龟鳖龟王 全都缩了头了 鱼虾蟹将 全都藏了头了 那孙悟空拿着宝贝 在手中 坐在水晶宫上 对着老龙王说 多谢贤林后裔 就是邻居 你真不错 龙王说不敢不敢 孙悟空又说 这块铁虽然挺好用 但是呢 我还有件事 孙悟空说 如果无磁铁倒也罢了 但是我铁已经拿着了 但是我没有衬身的衣服 孙悟空挺讲究 我长一身毛 我才 你给我这么好的一块加吗事 你得给我来一身行头 对不对 你得给我来一身行头 你干脆送我一身行头 龙王说 这我没行头 这不可能 孙悟空说不可能 一刻不凡二主 我今天上你们家来要东西来 对 我就得要满 要满意了 如果不要满意了 不成 龙王说 我求求你再去上别人家看看 我们家真没有 孙悟空就不懂 我走三家不如做一家 我千万告求 我只要这一件 龙王说 我真没有 说真没有 你真没有 说我真没有 你真没有 你试这块铁怎么样 他要打人家 老龙王说 别动手 别动手 你等会我再看看 我看我那兄弟有没有 所以老龙王说 孙悟空说 你还有兄弟 我兄弟有南海龙王 北海龙王 西海龙王 对不对 都是龙王 孙悟空说 我不去 我不去 对不对 奢三不如 不敌见二 就是说 我去跑三家 我都去咬东西 我不要 好歹 你都给我凑齐了 你给我凑齐了 我才走 老龙王说 这没问题 我这有个铁骨 有一口金钟 我敲上铁骨 敲碗金钟 他们一听见 就全来了 快快敲去吧 敲去吧 龙王没招碗 惹不起了 因为他把神铁拿了 只能去敲 一敲 散害龙王 全来了 大哥有什么事 老龙王说 别提了 我才 来一个叫 天生的圣人 非说是我邻居 拿了兵器 然后先插 小 方天化你 还清 结果把天和定底神针拿走了 他叫天和定底神针铁 他自己给拿出来 现在坐在宫里头 非要要一身行头 我这没行头 贤弟你们谁有批挂的 给他一身行头 奥奇尼文艳说 我们兄弟点兵 把他给干了 我就说了 哎呦 别别别别 你别别干他 那块铁 咱哥四个 绑在一块都拿不动 他就给拿走了 他能拿起那块铁 咱哥四个 没戏 谁哀谁死 谁碰谁亡 碰住皮皮破 擦住金商 你这还听不懂吗 不能跟他动手啊 对不对 先给他凑个东西 给他出门 让他走 赶快先给他走 给他轰出去 给他糊弄出去 然后咱们找玉皇大帝去 这事咱们办不了 这事 所以就僵是老子辣 他知道身前 他知道身前 哎 所以西海龙王说 二哥别跟他动手 先给他凑 给他打发走就完了 北海龙王说 对是这么回事 结果悲害龙王说 我这有一双 叫偶斯不云须 不云吕 偶斯不云吕 西海龙王说 我这有一份 叫做锁子金黄甲 估计都是从身上脱下来的 南海龙王说 我这有一个 叫凤翅紫金关 对吧 有一身行头 行头身上穿的 脚底也有穿的 头顶上有帽 就行吧 孙悟空将金关 金甲 云吕 穿上 很容易 一路打出去 哎呀 没劲 没劲 四海龙王 甚是不平 商量的 上周 就是要去 要去上天 告状 说猴王分开水道 回道 再走 原路回去 四个老猴王一看 哎呀 孙悟空太漂亮了 身上一点水都没有 金灿灿 大家知道 他是分水道 众猴王一切 众猴全都跪下 大王好风采 孙悟空春风 叫满面春风 高灯宝座 把这个神铁拿在手中 众猴不知好歹 上去弄那个神铁 神铁就像蜻蜓焊铁树 谁也说 爷爷 亏你能拿动 谁能拿动 孙悟空高兴 他老险 孙悟空臭拽 物各有主 这宝贝藏 镇于海藏中 不知多少年了 今天发光 龙王只以为 他是块破铁 又把他叫做 天和镇底神针 谁都拿不动 我自己去拿的 他本来有两丈多高 有斗那么粗 拿过之后 我嫌他大 他就小了 我说你再小点 他又小了 再小点 他又小了 结果呢 等他小了够的时候 才看见说 这叫 如意金箍棒 一万三千五百斤 然后 然后他就给这些猴们说 我还可以小 小小小小小小 小成了绣花针 他往耳朵这一藏 众猴给吓坏了 说 大王你藏了 还拿出来吗 大王手里又拿出来 哒哒哒哒哒 又大 所以跳上了桥 出了洞外 把宝贝 在手中 像个叫 法天相帝的神通 一般要长 他就长起了 万丈之高 上头如泰山 妖如尊领 那不知道 口如血盆 渐如渐己 上底三十三层天 下到十八层地 所以这句话是有来头 三十三层天 自己在修炼中 就是道家说的三十三层天 三十三层天 很多人 我记得有朋友也问过 就是 有三层大天 其实这是三界 我理解 这是三界 那三层大天 每层大天 有十层小天 所以加起来 有三十层小天 但又有三层大天 所以三十三层天 十八层地狱 是下边 所以跟三十三层天 是分开 十八层地狱 就有着 因为它是两个九 两个九 三个六 所以有着惩罚的含义 所以应该讲 三十七十二 三十三层天 是三界 把豺狼虎豹 群山妖怪 这个七十二妖王 全都给吓坏 只能向他 只能向他 这个求拜 苛拜 收起法相 他就叫法相 所以他讲 这是叫法器 法器跟法相的概念 就讲他有来处 其实这里说 收起法相 在讲述他的来处 超过了三界 只有超过三界 应该才叫法相 这个是跟他的生命层面 关 然后 他就高兴了 然后就弄起起鼓 敲锣 山珍百位 就庆祝 然后猴王就把那四个老猴 封为贱将 分为元帅 然后安宁扎寨 所有的这个 一切都由四个老王来 四个猴来安定 然后他就腾云驾雾 游走四海 行乐千山 施展武艺 便访英豪 古弄神通 广交贤友 所以这时候就找了七个兄弟 尼窩王 焦窩王 彭窩王 施尼王 尼猴王 还有什么 什么 豫荣王 连自家称为叫 美猴王 七个 七个 这就是定数 这定数 所以他学的七善变 地善 如果他学这个天纲 三十六 就肯定不是七个 所以这是七的绝对的概念 顶头了 顶头了 逐日论文论武 这个朝去暮回 哪儿 就是无班的快乐 日行万里之遥 那只当游亭县 叫什么 亭间 这个这个 踏步 点头 点头之际过三千里 一扭腰 八百里 就是腾云驾雾的意思 然后下面就开始讲除名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因为这是上半截讲完了 就是第三回的上半截 我们就讲完了 讲得了宝贝 然后呢 广交朋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